这个身材魁梧的男的是个男人 可两名枪手却让他钻进后备箱 看着狭小的空间 杰克一脸无奈 我这大块头要怎么进去 为了不让枪手为难 好家伙 两人被他按在地上一顿摩擦 就在这时 警笛声响起 隔下车的警员却放任枪手离开 直接朝杰克的方向追了过去 好在他有极强的反追踪能力 回来后 趁金发妹伤药的空隙 他开始分析那两个枪手 如果是正常的黑帮打手 自己绝对可以秒杀 可他们却撑了好几个回合 而且从对方的身法来看 应该是南美的退役特主兵 否则当场就得被他打得跪下长征服 这时探长也得到消息 刚刚在酒吧门口打斗的暴徒 一个都没抓到 看来这会势力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小镇警局 没有任何收获的杰克心情烦闷 想出去喝一杯 探长连忙将他拦住 现在小镇暗流涌动 外面可不太平 但杰克执意要去 探长无奈只能当起月牢 命令金发妹贴身看护 别让他再惹啥幺蛾蛾子 这也给了二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喧闹的酒吧 两人一身变装 杰克狠狠秀了一波身材 金发妹也不甘示弱 气氛逐渐变得暧昧 随着音乐响起 两人来到舞池中央 在昏暗的灯光下 杰克被他迷得五一三道 这一刻似乎哥哥的死也没那么重要 异曲完毕 两人正要回去 不料天公坐美下起了鹅毛大雨 回去的路上又碰巧山体滑坡 这下真是万事俱备了 两人只能在附近找一间汽车旅馆 更巧的是旅馆只有一个房间 二人同他而望 但在座的各位千万不要误会 这个美好的夜晚啥也没发生 次日清晨 金发妹带她回家吃早饭 可刚到门口 竟发现房门有撬破的痕迹 两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内 不过除了地上的脚印毫无发现 看来对方已经离开了 当金发妹关上门 突然发现门上留了几个大子 我们很快见面 这下彻底把她惹毛了 金发妹直接拿出 她太奶传下来的沙漠之音 并把她交给了杰克 因为只有她才能发挥 这把枪最大的威力 但她警告杰克不要乱用 否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结果两人刚出门 来到橘子 探长已经在这等候风时 原来法医已经查出 另一名被害人的身份 此人是一名卡车司机 看似跟案件毫无关系 唯一的案底也只是交通违规 可让人疑惑的是 这样一个普通的交通违规 卡车司机却请了 价格昂贵的高级律师辩护 这很不符合常理 看来想要继续挖下去 就得去那个高级事务所寻找线索 然而就当他们要行动时 安全局突然给他们打来电话 电话另一头是一个漂亮妹子 她叫贝斯 当得知杰克哥哥的死讯 当即就留下两行青泪 看来此女和哥哥 有着解不开的情分 杰克趁机问他哥哥的职位 贝斯表示 他是安全局负责打假的主任 前些日子研究出一个 彻底铲出伪造行业的记录 可自从他这次出去后 便音信全无 杰克让他把哥哥的文件找出来 但一定要用打印纸 千万别用电子邮件 因为此时的安全局 也不一定真的安全 挂断电话 三人兵分三路 探长来到上次对付杰克的预警家 想要将他抓回去好好审问 不料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只在坐机电话里 发现一条克莱恩公司的通话记录 可下一秒 堂堂探长却被当成 私闯灵宅的变态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警员把皮鞋踹进了嘴里 但好在是一个系统里的 很快便澄清了误会 金发妹则回到警局 应付新商人的局长 消除对方的警惕 相比之下 杰克这边就简单粗暴得多了 他直接朝律师 索要卡车司机的档案 这网子 拿来 我不知道什么玩意 你玩的 但是 拿去我的办公室 没有 不好意思 谁你认为你 我看 这网子的网子 我会毁了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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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毁了你的生命